兔子眼角膜溃疡及面摊案例 1月25日复诊 主治兽医告知田田感染了兔脑炎微包子虫症 是普遍感染兔子的寄生虫 会造成兔子头歪、神经损坏、瘫痪、眼疾等症状 必须进行28天的特别疗程 微包子寄生虫检验阳性报告 到了2月9日 田田的左脸歪了一边 左眼的症状也反反复复 2月20日眼睛周围又发红了 2月21日又再次急诊 兽医怀疑田田因左脸瘫痪 导致左眼无法眨眼 而使得眼睛干涩放红 左耳也有细菌感染 必须滴药水治疗 我的朋友是原始点志工 听我说用药治疗效果不佳 提议用原始点试试看 2月26日下午 第一次用原始点为兔子调理 朋友先用手指 在左边整骨下沿按推 寻找痛点 田田感觉痛时会磨牙 或者往后退缩 在用相同力道按推右侧整骨下沿时 田田却没有类似的反应 确认了原始痛点接在左侧 另外也按推了左边脸颊及下巴 接有痛点 按推原始点 接着用暖暖包温敷 到了晚上 左脸的瘫痪有了明显的改善 但田田的眼疾时好时坏 依旧不见改善 3月1日眼睛睁不开又放红了 志工朋友让我停用寒凉的眼药水 改以有机淡温姜汤清洗甜甜的左眼 自3月8日开始 每天两次 3月18日再去复诊室 兽医非常惊讶 爱兔的眼睛溃疡已经痊愈了 处理前 左眼睁不开 处理后 眼睛明显恢复正常 淡浆汤清洗左眼 原始点疗法在人身上的成功案例不胜枚举 没想到运用在兔子身上也这么神奇 感谢原始点及志工的大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